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 传指下去 朕要回京 狗的 这伙子家奴不省事 连个饭盒子都不想得送 真冻死人了 这园子里叫怎么还不来呀 我是三爷呢 不许哭 起交回府 是 张婷 微臣在 明天带朕去天坛 先读废数太子 迎仍的招书 告祭天地 喳 同各位 奴次在 在你一道余旨 速祭各省都府 昭告天下 朕要在 诸皇子中 另则新太子 地方二坪以上官员 在京四坪以上官员 都可以择贤俱鉴 喳 四爷 四爷 是不是为了推举新太子的事 反难呐 按理说也没有什么可发难的 反正总得推荐一位新太子嘛 四爷这话乌某不能搞同啊 今天的太子就是明天的皇上 就是管着大清江山亿万照明的异国之君呢 怎么能随便推举呢 这个理我还不懂 可这有得了我吗 四爷说得不错 最终谁是太子 当然由不得你 可是你想推举谁 也不能由着别人呢 吴某虽然足不出户 可也听到了一些风声 好像满朝文武多数都看好八爷 四爷是不是也受这个事的影响啊 行吧 也许我说错了 像四爷这般有主见的人 是不会受别人左右的 本来嘛 几个人弄来个江湖术士 一边装鬼一边捉鬼 这出双黄实在是不见得高明啊 四爷 你相信那个术士的鬼话吗 给吴先生倒杯茶 这 可鬼话说多了 心的人也就多了 心的人一多 这鬼话也就变成神话了 连皇上也说 多少代表点民意 我真怀疑啊 皇阿玛是不是真的老了 四爷这话 可就大错特错了 吴某自从来到府上 别的事没有做多少 可是对皇上写的书作的诗 却认真地摆读了几遍啊 越读就越觉得当今的皇上 真是古往今来少有的圣主啊 谭老人家上通天文下之地理 对儒学的各门各派 若是深究其理 入目三分啊 而对左道旁门历来就深无痛绝 可是这一次 为何对那个姓张的术士如此宽容呢 四爷真的是觉得他的话代表民意吗 十三爷 您请 呦 四爷 奴才龙克多叩见四爷 起来吧 四哥 十三爷 你可想死我了 你这个牢房住的可真够潇洒的啊 四哥 我有句话 几经门在肚里好长时间了 十三爷 有什么话尽管说 这儿没外人 十三爷 十三爷 四哥 你为什么就不能争作太子呢 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 我从小就没了娘 在这个阿哥里面 就是你和太子对我好 可是 可是我今天说的并不是为了这个事 我为的是大清的江山 为的是咱大清的百姓 其实 我早就琢磨过这个事 四哥 你还记得咱们一起去办差吗 那时候我就发现 你是一门心思的为朝廷办事 为百姓办事 哪一次人家不愿意干的差事 不是你抢着去干 现在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了 我暗底地琢磨 皇阿玛 为什么不能把大魏传给你呢 我原来想不明白 这中间爱着太子 因为她的名分早已经定了 我怎么能够背叛她呢 就在这次她被废之前 我还是抱着这种心思 我会拼了死命去抱她 全了君臣和兄弟之间这份情谊 所以我也就这么一下子豁出去了 我的心里也就一下子放松了 我该做的全做了 我不再欠太子什么了 可是这几个月我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 像这样的太子他值得我保吗 作为将来咱大清的皇上 像他这样的皇上 能治理好这个国家吗 四哥 你有才 有德 你为什么不能站出来 和八哥去争一争呢 十三弟 你对我期望过深了 要知道啊 人家关老八叫八贤王 而关我呢 都叫冷面王啊 我只不过是尽力替朝廷办差就是了 什么八贤王 我就是瞧不过他那假仁假义的样 他要是闲 他为什么苦活难活他都不去做 一本心思用在收买人心上了 四爷 听见了吗 十三爷真乃无双国事啊 热血中肠 响蒸蒸的一个汉子 四爷成大事得此地一注 真乃天意 天意如此 天意如此啊 我想起了一件事 有个老爷子生了一大群的儿子 慢慢的老爷子老了 这么大的一个家当 总得交给一个儿子来管吧 可钥匙只有一把 儿子 儿子却有一大群 儿子们争的你死我活 不可开交 这时只有一个儿子 他很精明啊 从不去争这把钥匙 知识默默地帮着老爷子干事 有一天 老爷子终于想明白了 就把那把钥匙 交给了那个不争的儿子 这就叫 真是不争 不争是争 夫为不争 天下莫能与之争啊 吴某冒昧 私底下替四爷和十三爷 写了一份奏折 你们看看 如果能用 就行马上各腾写一份 单独呈给皇上 传众皇子 这啊 皇上有旨 传众皇子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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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吧 谢皇上 朕今天和你们一道一举新太子 记得是在十一月一号 啊 朕在上语中说过 在京 四平以上 外省 二平以上的官员 都可以推举一位皇子 作为新太子的人选 朕依为公义侍从 学武偏四 是 现在 这建章都上来了 啊 从这些建章的情况来看 新太子的人选 似乎已经出来了 似乎已经出来了 啊 啊 外省的不说 在京的你们都来了 你们推举的人 都是你们自己看准的吗 我看 未必见得吧 同国伟马齐 奴才在 为什么没有二阿哥应仁的建章啊 皇上这话 奴才不明白 因为废二阿哥 所以才推荐新太子 怎么还会有 推举二阿哥的建章 朕现在不是问你 应不应该推举二阿哥 而是问你 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 有倒是有 不过多数是废太子一党的人 像托河齐 耿索图 陵蒲等 都已经抓起来了 他们写的建章 当然不能做数 那么王善呢 王善的建章也不能做数 王善十一月一日在乾清宫 狂被犯上 当时就被皇上驳斥了 所以他写的建章也不能做数 你们你们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推举二阿哥的 有 好 臣推举的就是二阿哥印人 你们有些事啊 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甚至有人会认为朕是出而反而 这里 朕要说明一下 废出太子 是朕一人独断专情 事先没有和你们商量 这有几个原因 一是朕 当时铸臂热和 是其走夜之间许多情形毁暗不明 为天下想 为列祖列宗想 也不得不千刚独断 二是 二是 当时印人的荒诞不惊 实在是叫人不可认 也不可解 但事后看来 他的那些事情 有些是捕风捉影 纯属子虚 有的呢 则是着了别人的眼镇 才使得心智失常 行为怪被 这个张廷义的折子写得好啊 所谓无心为恶 虽恶不乏 况太子之过应心计所致 扶起陛下 念父子之情 是德化之道 外则严以药食治其病 内则教诲以圣德感其心 倘能使太子并去身见 修心向善 则不仅为天家之福 以天下臣命之福 张廷玉 臣在 你这个书读得好啊 好就好在 时刻不忘圣人的忠术之道 与人为善 好就好在 时刻以江山社稷为重 而不像有些人 漆红彩黑 漆红彩黑 剑锋使舵 想的不是江山社稷 而是他自己的路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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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